2月25日 设立在亚凯迪亚市社区中心的新冠疫苗接种站 正式为符合条件的市民接种疫苗 截止26日 疫苗接种站已经为1000多位65岁以上的年长者 抗疫一线的人士接种了莫德纳新冠疫苗 亚凯迪亚市社区中心许多长者 井然有序地排队登记 等待接种新冠疫苗 亚凯迪亚市议员郑博人律师 为社区争取设立疫苗接种站付出很大努力 他表示疫苗接种工作开展以来 不少地区都存在疫苗供应紧张的问题 能够与绞生社区服务中心合作在亚市设立疫苗接种站 为年长者注射疫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也受到了市民的好评 今天在阿凯迪亚有第二天的疫苗 这个是Hero Christian Center Hero Christian Center在我们华人区 已经做了20 30年了 鼓励我们每一个华人 安慰我们每一个华人 经常我们华人没有互相鼓励跟安慰 这是一个错误的 可是这一次的话 Hero Christian Center他们有这个疫苗 有这个疫苗的话 就赶快回馈给社会 帮助我们大家 选择我们阿凯迪亚的城市 所以我们很感谢他们 昨天的话 587个人有得到疫苗 今天也会500多个 所以我们要感谢Hero Christian Center 感谢每一个居民跟华人 有给我们的支持 亚凯迪亚市的首个新冠疫苗接种站的设立 得到了洛杉矶脚生社区服务中心的大力支持 据该中心负责人李强介绍 27日还将继续为符合条件的市民接种疫苗 同时 从三月份开始为教育工作者施打新冠疫苗 以配合学校重新开放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